圣桃沙发展局同直总行席签署为期三年的合作备忘录 承诺为圣桃沙1万5千名员工提供培训课程等 提升他们在可持续发展和客户服务等方面的技能 记者杨文婷报道 圣桃沙发展局将同直总行席合作 为圣桃沙岛上的200家酒店、景点以及餐饮场所等企业的员工 提供一系列针对旅游业的新课程 课程涵盖客户体验、健康养生与再生旅游可持续发展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 除了圣桃沙 旅游局也同直总行席签署合作备忘录 为本地旅游业的员工提供可持续发展 卓越服务和科技方面的所需技能